一般來講大家對於衛浴的想法都是用食材或是用磚 只是各種不同的食材各種不同的磚把它加上去 那我們這次我們大膽用了一個減法 何謂減法就是我們是用燒的一個概念 我們會希望它燒出來東西的一個異象 異象其實有點接近一次像中國山水化的感覺 那我們會希望甚至有點東西合併的感覺 所以希望有時候那個燒的感覺其實它並不會刻意的去造什麼型來燒 但是它自然而然就是讓我們會覺得有點像山水化的感覺 它自然而然形成的 也許它並不是泼墨化 也許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是另外一種東西 但是我們都希望是一種意境 會讓人家喜歡 而不是我們過去對於燒的一個不好的一個想法 其實我們想要呈現一種是衝突的感覺 因為其實一般來講大家室內設計 或是設計來講大家都很和諧 那我們會希望在這個空間產生一種矛盾跟衝突 那比如說就像我們燒完了以後 我們有一些華麗的水晶燈 那一般水晶燈是放在豪宅裡面 但是它現在跟這個燒過的東西是合在一起的 那其實我們看似衝突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它是非常和諧的 它非常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看到天花板 我設計的是很多那種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 那我會希望說我們燒是很抽象的東西 那我們會希望一些具象的東西 能夠也是讓它能夠衝突 所以我在我們過去的設計來講 也是很多不斷的衝突 不管是從主角的衝突 配角的衝突 一個一個往下面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火燒的跟這個水晶燈的華麗的衝突 一個頹廢的一個很精緻的 然後再到一個很抽象的 跟一個很具象的一個畫的一個衝突 我們會希望不斷的能夠表達這個東西 能夠衝擊我們的視覺 那我們這次選的顏色都是非常明亮的 Color都是白色乾乾淨淨的 所以我們選擇我們燒黑 讓淺色的東西能夠跳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會希望極簡的東西 因為它東西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我們這次選的這個系列 它非常簡單 線條也非常優美 我們會希望這個優美的線條 能夠跟我們後來這一些 我們之前做的這個 比如說火燒或是壁畫 能夠產生一些連結 能夠又和諧又衝突 這樣的很詭異的畫面 我們會希望讓大家來試著分享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它這個簡單的東西 極簡的東西 它跟水晶燈是不搭的 水晶燈是複雜的 可是它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水晶燈它跟這個Color東西又是衝突的 所以衝突又和諧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希望產生一些火花 讓能夠看的人 能夠從更多的角度來看這個產品 所以就如同Color給世人的感覺 它不斷地在進化 它不斷地在進入不同的風貌 我們也希望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實驗的VR 能夠給世人不同的風貌 不同的價值觀來衝撞 每一個人對於位於一個新的一個世代的概念 如同Color